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兰登堡 一个半世纪以前 在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半世纪以前 在我们所讲的这个事情 发生了一个半世纪以前 还是北欧平原上有小邦谷 然后也步步壮大 所以此出 不过联姻 王朝继承 获得 各开的 波兰走廊 各开 由波兰走廊各开 波兰走廊七点 就格丹斯克 历史上叫丹泽 东普鲁士 波兰登堡有了东普鲁士 所以 现在成为 或者东普鲁士 是波兰登堡首度领土的矩阵 这个时候 成为波兰登堡普鲁士 然后 这个君主 选和升级为国王 成为 一千年年开始 升国为波兰斯王国 这个波兰斯道路 波兰斯走向强国道路非常有特征 是主要依靠经典的现代国家手段 包括中央集权 军备建设 连外交有限战争 大卫有效扩张版图提升地位 在这过程中 波兰斯 可以说 他决起为强国 当然战争扩张少不了 但动力是内生性的 内生性的动力 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 最重要的大概就是 前后有三位统治者 他们都有非常接触政治才能 和军事才能 三位 大选后 弗里德里科威廉 还是布兰登堡选后 然后1700年升格为 普鲁斯王国以后 第二位国王 弗里德里科威廉一世 他的儿子 继承者 是最有名的 就是弗里德里科二世 也称为弗里德里科大王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内部要素 这就是 鼎鼎大名 你也可以策名招筑的 就是普鲁斯落军 记得严酷 心愿有素 而且为了这次军队 历代军主 历代宫廷 轻弱 绝大多数国家revenue 税入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的朝链 一二三十五跨俄部什么的 还有力政烧选 全是普鲁斯来的 全世界这一套都是普鲁斯来的 这次军队就很高的军事效率 还有如果按照人口相比 在人口当中占多少比例 它是一个小国 所有普鲁斯多年在第一次国诞生以前 是列强当中最弱的 就是他去世以后 列强当中最弱的强国 但是他军队有点像现在朝鲜先军政治 军队与人口相比具有特大的规模 还不是一般的大规模 特大的规模 还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状况 财政得益于王社领地的广大 王社自己的领地 那要钱要contribution 那比要问贵州要容易得多 还有对工商业鼓励 当然还有非常有名的 普鲁斯军政官僚 普鲁斯军政官僚到最后就变成了效率极高的 老毛期的参谋本部 叫军政官僚 而且普鲁斯政府叫什么政府 这个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 这个普鲁斯政府宫廷 宫廷当然有行政机器 这个行政叫什么明征 不叫内阁 也不叫什么政府 叫军事供应总署 这个国家就是军国 这些普鲁斯军政官僚 他们独特的普鲁斯军事供应总署 体制内操作 当然除了内生因素之外 外部环境也非常有利 这叫他们的历史机遇 普鲁斯强国前史的决定性的成就者 就是这位君主 这位君主是李塞留之后 做国家最佳利益 或者是成国家利益的这种观念 这种思维方式的 非常明确的 把普鲁斯国家利益置于其一切至上 在所有的王族君主里面 无论古今中外 这样是很难得的 不能清清楚楚 是国家利益 高于我的利益 高于何亨说了王族的利益 是非常直接的观念 对他来说 而不是陈尹尤 是真的 什么真的 有一次他去年战争 普鲁斯几度面临全军覆盟 有一度战略性非常危险 在打大战 大概完蛋了 可能要被抓走 咸封信 派人送到柏林 谁敢为了我的释放 签订任何条约 或者付任何竹金 就是大跃不到 你们看到我这封信以后 没话说 就忘记我 绝对不要为了我做任何事情 全部领袖 全部这个军政力量 听我弟弟指挥 就等于我没有了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开挂来说 他拒不考虑 后生受了王朝家族情感 拒不考虑君主个人利益的优先地位 当然 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马基亚威力主义者 不考虑道德 不考虑法律规復 无所顾忌的 以这个 这就是80年代 在德国发明一个词 叫Leo Polity 现实政治 来追求国家力 而且 他跟黎塞瑞一样 他能够具体和细致的 辨识特定型思想 特定的国家力观修力量对比 就是说他是一位绝妙的 相当特殊主义的政治领导 从而精明的决定 说需要占领和策略 他干了什么呢 他背弃国本招书 这国本招书 奥地利老王快要死了 最后几年到处派人跑 叫所有欧洲大的君主 全部承诺 我死了以后 我的女儿 因为她没有男 男性后世 我的女儿 玛利亚特雷萨 你们要尊重她的奥地利继承 传给她的 《过本招书》 这个叫 前卿的人 清末民粗人翻译也是结棒的 现在有哪翻呢 这个原名叫Primatic Sanction Primatic就是谁用主义 谁用的 求识的 Sanction就是核准核准书 确认 怎么会 当然翻成《过本招书》 这叫《过本招书》 背弃《过本招书》 这就是背弃 关于尊重奥地利王位女子忠者 玛利亚特雷萨自下领土完整条义 戳兵截取谢里西亚 从而开始奥地利继承战争 八年奥地利继承战争 期间八年里 这是骂伽利主义者的 背弃法国等盟国 两度与奥地利单独各合 由此先后上了西里西亚 和下了西里西亚 然后千年战争 千年战争怎么爆发 1956年 欧洲出现了一个外交革命 这个外交革命不是现在的 是当时人叫 Deployment of Revolution 什么Revolution 就是弗里德里克 进盟掌握于一向的先前帝国 英国进盟 为什么 因为奥地利将于他的老对手法国建盟 都会序里序 所以无论在两个阵营 都是欧洲国际政策 欧洲国际政策 这个Alarment的结局转换 千年战争爆发 又有外交革命 千年战争就爆发 就相当于 又有斯大林通希特勒的避免互不侵犯条约 马上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普洛斯还有他的军主几乎单枪并马 因为英国人建盟没有救不了近 原水救不了近火 英国人只能 英国海权 英国人只能派有限的远征军 这个有限远征军 到后来比斯麦成为第一次帝国的时候 这些远征军 都要派警察去就可以把他们一个人抓起来 所以近乎单枪并马 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列强熬战 几度出现久危险情死 几乎流进本国宣学 最后居然普洛斯胜出 忠告获胜 保住戏西亚 保住自己强迫地位 然后一起俏年 千三之后 主要处于弗雷德里克的权谋 三国瓜分布兰 从此普洛斯东西两部不再彼此相隔 总结一下普洛斯的走向强务过程中 这副特征的国际行为模式 就是打劫全面大车 这是由普洛斯的地缘政环境 所以相对磊落状况和这位统赛 福利多里克大法院现在正是决定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 欧洲国际体系的权势分布 这才真正最后欧洲国际体系固定为所谓多极格局 这些全部站住脚了 经过了差不多我们可以说从150年开始 两个半时期 这个局面一直到第一次下战才改变 就是法国 德国 奥地利俄国和普洛斯德国 这个跟前一阶段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一个就是巨型国家 俄国在欧洲彻底崛起 第二就是爆发后普洛斯在欧洲中央崛起 这个大大扩展的立强体系 不仅如此 他们的崛起 国际中总是相对的 这个当然有些地方是共赢 但是绝对来说永远如此 我不知道共赢世界我当然可能有 但是我现在无法想象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ways relative 这个他们崛起以后 就一定会绝对或者和相对的削弱的法国和奥地利 削弱这两个传统的欧洲主要相对 将一来欧洲 这是一个equalization 欧洲力量各就扯平了 扯的相对要说平 将一来就固定了一个格局 叫多级军事 多级军事当然会有变化 甚至有拿破仑战争那样的战争 但是大级稳定 所以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尽管期间经过天翻地舞拿破仑战争 和导致欧洲国际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德国统一 但是尽管是军事 只是勉强军事 天然的严重不平衡 因为有两个巨型国家 一个是英国 它在大洋在海外有巨大事业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俄国 俄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 尽管这个多级军事还维持动态稳定 但是Inherently unstable 因为有两个巨型国家 当然还有一个你甚至还可以讲 德国 德意志还是分裂的 德意志总要统一吧 一统一叶就好了 欧洲大变 所以呢不平衡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现在欧洲国体系 自出生以来 那个传统中心欧洲大陆 加上欧洲大陆传统中心强谷 也可以说开始的他们衰落过程 那么我们在讲这段时间 当然还有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导致联邦政府建立 当然还有事后来看未来世界首强 这个事情都是事后来看的 当时人根本看不到 也看不出来 除了如果有最大的 对史的这个预感和想象力才能看出来 事后来看清楚得多 事后从全球时的眼光看 社区十八时期 现在美国革命之前 英属北美殖民地 就那个所谓是三轴 英属北美殖民地 逐渐壮大 以他最终独立 构成世界政筋当中 像一声远 而又重大的全史转移 当时人都看不出来 是事后来看 叫起于清平之末 这个用德约的一个很形象的 几乎善文式样语言来说 海域 就是海洋 把欧洲能量 从内陆 最后吸引到它的西海岸 发展了海军力量和殖民力量 加强了海洋国家的海军力量和殖民力量 这两类全史 最后将它们集中到英伦三岛 英伦海岛 还不能说三岛 那个时候还没三岛 然后从该岛本身出发的全史转移开始了 你就要想像大历史 你就说海泉 开始在地中海 温宜市起于清平组合小分枪 后来逐渐转移 通过地中海 转移到大湘北岸 比如说河南 部分的还有法国 后来到英国 然后再跨洋往西 整个往西 转移到美国 所以德学说 正如筑满喷泉底盘的水 一路下个底盘那样 全是现在从该岛 就是英伦海岛进一步往西跨过大洋 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是巨大的海洋性国家 然后美国革命以后 过阿波拉奇亚山 过这个美西西比河 然后在西境那些牛仔最后到 最后还通过美国战争 劣截取墨西哥的大量土地 最后美国就成了一个 你可以说战略上得天独厚的国家 巨大的海洋性国家 两洋环暴 同时一个巨大的大陆 陆上实体 所以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国家 当然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候看 在总的海上力量 特别是海军实力而言 美国要达到英国平起平坐地步 大概还需要150年 至少到1922年 华盛顿五国海军协定 但是大洋体系的根本结构特征 也没有从一级优势和霸权转为军事 从来没有一个英美海上军事 说英国 美国彼此事件也没有 说到底他们是一家人 他会转移 所以大洋从来就是霸权 虽然英美关系 从土地战争爆发到19日结束 英美关系几乎一直有战争 敌意摩擦或者竞争支配 但在主流精英阶层里 始终有一种Angry Sachsen主义 用一个著名外国外交史学家的话来说 他们认为美国主流精英国人血清 而且不单语言不单血统 一样信奉 叫什么有秩序的自由 或者无秩序的自由 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自由 还有信奉自由贸易 还有所谓过去进步和稳定 进步主义 这是一种到时候 会对世界政策走向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 和利固酸一起 导致后来强盛的美国 把他力量投到相对塞路里边 再可以加句话 相对塞路英国 会自觉的差不多 当然也是经过讨价还价等等 但是无力的讨价还价 半征半送了 会把领导权成了美国的领导权 所以这叫Angry Sachsen大洋有史 从来没有英美经史 第一世界大战都首次 那么这个80年我们就说完了 现在我们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要说一个现代世界的 头号大师差不多 是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战争 大革命 总是在现在国内革命 结局改变了法国国内政治 结果 一国的力量有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变更 而结局变动 这个使之 法国托发了一个空前宏伟的国力 还有这个国力用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 叫自由 平等 博爱 什么意思 就是由革命之行来塑造的 总体性的对外目的 从而国际政治变更 所以这变更关键起点 所以就是说 布尔什维克一直到中共共产党人 讲老祖宗的时候 说回到马克森那里去 见了老祖宗 他们的老祖宗是一个神经病 卢索 一个天才 绝对天才 这个卢索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概念 进行了阐述 说叫公义 彻底否定各种各样狭隘的封建关系 general will 终于体现为一个纲领 大众政治纲领 民族主义的纲领 这两个东西阮兄弟 大众政治民族主义 这纲领就是 the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 而且卢梭说 什么是最高的美德 什么是所有其他美德的源泉 这个卢索讨厌勤募运动 讨厌那个理性 说爱国主义 最高的戒情 最高的美德爱国主义 将一来 人民主权加上爱国主义 卢索讨厌还是哲学家的话 但是马上转变为全民族的信念 所以推动一场大革命 1993年 大家无论如何 如果还配称得上是有广大的 比较宽大的眼界 宽大的兴趣的研究国际关系 或者学习国际关系 一定要看一看 很好看 1793年 于国写的1793年 1993年 1994年 革命的法国在方法通面前殊使滋味 然后转功为首 打出法国 这是两个关键的念头 那时候法国根本的塑造性的状况和条件是什么 第一 大众动员 第二民族主义 第三 恐怖专政 这叫什么 叫雅各宾杰权主义 革命杰权主义 造就了一个力量惊人的法国 这个力量先被用来保卫国内革命 然后在防御性战争取得最初一期生命之后 迅速被用来进行对外进食护照 斩折点 这个学国际关系中我都要知道 叫法尔密战役 法尔密战役 这对外进食护照 不管是为了追求由自然疆界保障的法国的策地安全 这是有传统色彩的 还是为了输出普世性意识形态 实现跨国的欧洲革命改造 无论如何 不管目的什么 不管动因什么 对外进食护照 对外进食护照 到1999年第一次生 拿破了